我們回答一些穩健的 6823 是的 還有問3110 是的 他說這兩隻會不會比領展好呢? 從收息的角度去說 他可能聽了我們剛才的個股推介 好,你先回答6823吧 6823一向都非常穩固 你看到股價都知道 收息股這些是最好的 是 不用升的 是 但不好跌 打橫行是可以的 是的 還有他每年都增加快息 現在6000多元是可以的 所以6823 如果你作為收息股是可以的 至於 3110 3110 這隻就是Global X的ETF 高息股的一個ETF 是可以的 因為這隻 大家留意一下 它是說自己會探索股票 邏輯是什麼 因為它正在追蹤恆生高股息指數 是 而那個高股息指數 它會幫你去排毒 即是說 它要有一個規矩 入得這個指數 就是你要每年 我忘記的那個門檻 例如過去三年都有派息 或者派息有增長 類似那些 所以如果它停了派息 或者是可能派息減了定性 它會自己剔走 是 我覺得這個方便 你都不用自己選擇 自己去買這個 Track的指數的ETF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分住買 可以 而且你看看這個ETF 它的息率都有7厘左右 我覺得可以當一個月供的方式去買都可以的 如果這樣問的話 譬如6823和3110 你覺得是怎樣比較呢 或者哪一類的投資者應該買哪一個呢 我覺得你可以當是一個分散風險 我覺得如果真的想買收息股 大家怕6823的 可能是營運上面的風險 因為始終你不知道 究竟未來 因為始終6823都是行業領導者 是 變成了未來有些政策風險 你猜不到的 就是怕就怕這一點 你說3110的 因為它始終是ETF 它又分散了很多企業不同的風險 因為它包含了很多公司 所以很視乎你自己 你想再分散風險一點的 就是3110 你說我不怕的 623我很有信心的 那你就選擇623 好 譬如說電影 如果真的接下來有些動作 分散概念 是不是都在一個8號仔裡反映 623反而就已經沒有這些原念了 就正是安心收息了 是安心收息了 623 你看到電影的那些什麼分散 注資概念 就在8號仔裡搞 你看到之前8號仔 有些業務拆了出來 都是給623而已 所以623應該是做接收的動作 就未必會有太大的動作 如果你說要憧憬 那些M&A的動作 你就寧願賣8號仔 但是股價就比較快 比較快 所以大家想要的東西就不一樣 是的 好 我放棄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